我們現在要準備離開台南了 然後我們等一下呢 就會出發去苗栗跟我朋友在那邊的錄音去會了 台南好色的東西實在是有太多了 下次有機會回來我們再來拍一個台南市有什麼好吃的影片 剩板先60秒 那現在我們來看一下它駕駛座這邊長什麼樣子 它這台車是屬於自排車 手自排的 然後這邊可以看得到前後左右的牽涉器 然後你的手機可以放在這裡 那它這邊的藍芽是用收音機的方式去配對你的藍芽的 比較特別的我覺得是這一個 它這個就是如果說你今天忘了關車子的大燈 那你的主電源沒電的話 你這時候發不動 你發不動的時候你就可以把它這個往右邊扣過去 這樣子的話它就會用備用的電源讓你的車子發動 我們現在停在一家一交流島的下面 因為我們租的車子出現了一個電池的符號 我們在這邊等 貨車來 還有後面的電還可以用 後面還是挺舒服的啦 車子來了 車子被推脫走了 天氣好好喔 這天氣很好耶 浪費我們一天 這天氣很好 好了那我們現在修完車了 要去苗林的露營區的路上 後來中午出發 打算天還亮著的時候就到了 結果現在天都黑了 搞到七八點 哇哈哈 正版現在60秒 再放鋁波子 等一下拿機械給他們吃 結果我們上不去山南露營區 因為太陡了 我們開這台車太陡了 上不去 所以我們現在在 露營區360這裡 煮這個 很柯南 的煮這個 還好這個老闆很好 對老闆人很好 老闆是原住民 是個好人 他就讓我們在他停車場這邊過夜 對 不然我們不敢再上去了 實在是太可怕太陡了 我們只想回家 明天早上天亮就立刻回家 我從來沒有過這樣的經驗 這邊是蠻漂亮的啦 而且大家有裝備來是玩得很開心 吃這個麻油幾年前 嗯 開動囉 看看那邊的人玩得好開心喔 我們在這邊 夜營 真的是夜營 我一直說要夜營 快手寒冒 狂冒 嗯 太可怕了 我現在才貧富了一點點 好滑等級耶 你什麼時候出道的 不然這樣好了 明天我開你的車下山 你開這台車下山 我再休息一下也跟你換 我們現在請個祖榮 來幫我們看看 他有沒有辦法把車子給開上去 沒有啊 sorry 有倒車影像 有不清楚的倒車影像 這兩個人決定再試一次往上開 開到山欄露營區 這山路真的是很可怕 那個洞氣真的是很擋視線 你剛應該下來幫我開上來了 吃飯 有沒有真的大喘一口氣喔 最後我們還是上來了 對我們這個叫做什麼 司馬縣露營區 對其實兩個都很不錯 而且哇這邊星星好多 好啦我們今天的驚魂祭總算是結束了 終於可以露營一下了 沒錯 總算是獲得露營最清顯的時刻 我們現在就是兩台車中間 然後夾著一個 我們自己搭的一個小客廳 今天真的是 先是碰上 車子的電池出問題 然後又碰到那個鑰匙 差點轉不開 最後呢就是他這裡的POSE 還是太陡 然後晚上開 又視線非常的暗 非常的可怕 就一度我們好 我們差點 差點這邊空轉上不來 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一度開車發個 咳咳咳的聲音 對啊 嚇死我了 而且好幾次想要放棄 有沒有想要放棄小燦 終於有時間放鬆一下 今天一整天都在警報 對 這兩個人 本來他以為這次的露營要泡湯了 後來好險現在有一個這樣子的一個環境 還好祖龍他們也帶了很多東西 還有客廳 他們都先搭好了 現在來試試看他們這台露營車選配的投影機 你看他這邊 他就有一個投影螢幕 然後他這邊還有一個小小的投影機在這邊 241 麻煩等一下 兩張去 不需要機場 早安 你知道你現在睡到幾點嗎 我嗨 嗨 抱歉 哇 做早餐 做餐也很乖 行男早餐 哇 早餐還配音樂 好享受喔 等一下可以手沖個咖啡 蛤 我以為你有帶個什麼咖啡壺 我們趁現在白天 我們來去參觀一下 司馬縣這個營區的廁所 哇 你看 後面景側超好的 後面就可以看到台中 苗栗 新竹 都可以看到 這邊雖然上來真的是非常難上來 非常非常難上來 尤其是夜衝的話 真的是非常難上來 除了這一點 哇 其他都很好 有個很大的草坪 然後360度的景 超美 然後晚上的時候 這邊 你還可以看到雲海 他這邊還蠻多營區的 我覺得還蠻適合下市 如果說有機會的話 早一點來 我們昨天本來就打算要早點來 走出去看廁所 他這邊廁所 雖然只有一個 錫鍊盆 但其實他每一個 車子的旁邊 都會配有一個 洗碗啊 給你用水的一個地方 很方便 然後看看他們的浴室 浴室 看起來是整修過 乾乾淨淨的 然後有一個 吹風機 男生上廁所的地方 我在做早餐 今天早餐是 蛋跟香蕉 還有那裡有吐司 跟咖啡 真棒 還可以吧 那我要個吐司 跟咖啡 I can take you down for a ride I take you around my life 巧克力香蕉吐司 然後再來就是這樣 Merry我們根本就是 帶了一個超大的 拍照道具上來的 看看這個人 欸你怎麼會擺好啊 怎麼了 我要擺呢 我要擺好 就是想要這樣輕鬆的起床 你不是還剛起床 然後結果不知道有多累 看看這些人 兩個在拍照 一個是攝影機 我在想拍攝 你咧 好笑假笑 拿招 張主容 你看幫他們 弄好一個拍照點 就是換 換我們 30秒的休息時光 等一下就有心自私說 欸 大家要拍照喔 真的 沒錯 結果我們不是換得悠閒時光 我們是換得收拾的時光 好好休息啊 剛才裡面傳出來的聲音 問說收拾好了沒啊 好啦 那我們這一次 露營車的影片就到這裡啦 掰掰 雖然跌跌撞撞發生了很多事情 但是呢 我們在這露營區還是很美 然後開了這露營車 也是很美 很好拍照用的一台露營車 也是很方便 嗯 沒錯 行動的拍照道具 沒錯 然後晚上睡覺呢 也是很舒服啦 確實 對 是很舒服 又不用搭帳篷 又不用收帳篷 對 沒錯 而且算是一個很特別難得的一個體驗 比較不用收那麼多東西 對呀 而且比較少有機會 可以在台灣這樣子玩 但如果說租這個露營車的話 真的是要非常 慎選露營的地點 對 來來看一下這是我們昨天開的山路 現在白天開起來不覺得怎麼樣 可是晚上的時候超可怕 結果水箱過熱 我們現在在加水 好 去發動看看 每次發動都要轉好久 噢 噢 暈倒 天啊 呃 我現在只想趕快回家了 我只想趕快去玩車 好可怕好體驗喔 天啊 你看這台車沒有喇叭耶 天啊 傻眼 我們剛剛車子開一開 又出現那個水箱的圖案 嚇死我們了 我們趕快下交流道 現在在苗栗高鐵 我們決定搭高鐵回台北 太危險了 好可怕喔 不過租車廂的人 他們說他們就是會負責來這邊 處理這個車子 就叫我們先搭高鐵回去了 好啦 真的是一場驚魂祭阿 好那我們回台北啦 掰掰 太好了終於可以回去了 第一次玩到這麼想回家 真的 掰掰 在開車的時候超緊張的 我怕車子突然又有一個運動了 對啊真的 掰掰